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 我是冤在零头那边 就想问你 为什么会被这个警察冤屈的呢 因为那个警察就说我 横越了双八线之后 在行人里掉头 实际上不是的 他为了告我 就生安白做 冤屈我 你本身是司机还是什么 我是司机来的 通银司机 你是什么司机来的 我是私家车司机来的 但是警察怎么冤屈你呢 他说我横越双八线在行人路掉头 事实不是这样的 那警察他之后怎么冤屈你呢 发告票 发出告票 是的 那你之后有没有任何争取活动 我曾经写过信给中央警务组 拿回他的口供 原来他的图就画出我 说我是由行人路掉头 但是当日我跟他说不是这样的 我进去消防局的 他竟然说我呢 就照是这样的了 但实际上出来就不是 说是进去都犯法 但实际上就另一个途径 说我是犯法 他都不敢说真相出来 所以硬冤屈我的 那你觉得香港的警权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他们拿着警控权 鱼肉市民 他们没有本着一个非以逆人 乃逆于人的心 他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 根本就是没有受到监控 严格来说 那你觉得警察的监控是很怎么样的 没有监控 实际没有监控 没有监控 你有试过去监警会投诉过的东西吗 没有 我不懂的 你不懂的 明白明白 OK 先谢谢你 好 谢谢你